精英教育 点时成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毒品与孩子》系列节目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 美国不同时期对待毒品的态度 看得出来政府对毒品 是有过相当严格的管理 可是这怎么又一步一步 让毒品泛滥了呢 我觉得呀 这在于不同的领导层 对毒品这个问题的认识 比如资料里就说到过 由于当时时任总统卡特 他的公共卫生顾问认为 大麻甚至是海洛因 不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结果啊 使多家媒体 对含有毒品成分的食品和饮料 以及药品进行了错误的大肆宣传 甚至在1977年的时候 新闻周刊上居然出现了 对含有可卡因食物的诱导性描述 一杯香槟配上一份含有可卡因的白鲸鱼紫酱 已经成了一种风尚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些描述 觉得简直就是 ridiculous 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演绎的 错误的导向导致了错误的方向 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 当时畸形的社会风气 使美国成了一个毒品消费大国 这之后出现的美国政府和各个制毒集团之间的战争 许多的电影里都有与此相关的尽头 也就不消我在这里啰哩啰嗦了 所以有人评价说 美国国内对毒品销售的漠视和惩罚力度不严 也是造成毒品泛滥的原因 那么真正让政府下决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了一名马里兰大学的篮球运动员的死亡 这个事情啊 我得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1986年6月19号 马里兰大学的篮球运动员伦比亚斯 死于了服用过量可卡因 那么而就在两天以前呢 伦比亚斯刚刚在当年的选秀大会上 以第二顺位的过人成绩 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相中 伦比亚斯的死亡呢 被美国媒体大量的报道 一时间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和民众 都对当时的禁毒法律表达了不满 于是啊 在伦比亚斯吸毒死亡过后的仅仅 三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的众议院 参议院 以及当时的时任总统里根 快速通过了反毒品滥用法案 1986年的时候 里根签署了反毒品滥用法案 决定用17亿美元 用于打击毒品 并对特定的毒品犯罪 规定了监禁的最低刑期 这个法案推行了四年以后 非议美国人的平均毒品刑期 比美国白人高出了11% 这毒品问题又掺杂了种种的种族问题 这就让打击毒品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和困难化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大量因为毒品而被判处刑庆的罪犯 就进入了监狱 巨大的财政压力 也使政府开始重新考量 禁毒的参照标准 最近我看到纽约市立大学 社会学和刑事学法学教授 Amy Adamek 她就发表文章中说 现在的量刑法律 让许多非裔和拉丁裔的年轻人 在监狱待的时间过长 随着美国人开始感受到 强硬刑事犯罪举措 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也就是财政的压力 让他们开始重新考虑 将大麻定为刑事犯罪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大麻合法化 会存在的原因之一 大麻它既然是毒品 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大麻合法化呢 其实我觉得呀 背后的原因还是由于利益的驱动 罗拉多州的税务报告说 大麻合法化以后 该州每年的税收高达6000万美元 华盛顿州五年的时间里 得到了6.37亿美元的税收 因为美国政府对种植和生产大麻 征收15%的批发税 对零售大麻征收10%的消费税 有些州在大麻合法化后 第一个财年就增加了高额的税收 于是大麻成了一棵摇钱树 尤其是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以后 跟医疗大麻这样的软毒品相关的行业 却开始兴盛起来 尽管CBD产业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但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前景 却成为了大麻制品开始流行的原因 那么从政治角度来看 吸毒者也是选民 在两党竞争的时候 谁能争取到更多的选民 谁就能获胜 所以在大麻这个问题上 政府并没有提出过多严格的限制 种种原因是更多的州选择了 通过大麻非刑事罪法案 所以我们未来的华二代 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的处境 那么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下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聊 欢迎订阅金融教育频道 也欢迎在节目的下方留言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